哈囉,我是蒂諾 今天來講惡魔靈魂的通關心得 今天就單純閒聊就好 因為惡魂真的太簡單了 有些人覺得死亡機制很恐怖 但說實在還好 因為一開始就能獲得把血量固定在70%的階級 而且刷溫點也是很快就有 基本上使得無傷打壓 至於BOSS的血量設計的還蠻奇怪的 除了最重BOSS以外 其他王都垂得要命 有可能是武器加成不合理 你看過雙S不振的嗎 我手上這把王武就是力量和靈巧雙S不振 一說到王武就是讓我很頭疼的地方 自帶的王武不是直接換 而是要先強化一把廢物 然後把它跟王武混合成 所以你要先浪費一堆罩石 至於端罩石很難收集 沒辦法跟黑魂一樣無限買 你只能把地圖探索完整 也可以去刷結晶蟲 但是結晶蟲有重生磁數 刷不到就下周末再來 所以我的王武只有切落到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我是真的想玩其他王武 但我不是歐洲人 畢竟二魂四魂吸食度 應該才剛開始練習噁心能 所以二魂沒有很噁心 最噁心的應該是風暴那張圖 這支地圖似乎是賽恩古城的前身 因為有一些噁心機關 還有一張是并存的前身 時時刻刻保持中毒 不過說真的都還好 不會很噁心啊 最後我就講講火點設計吧 確實真的力帶最少 除了起點跟打完BOSS的 其他地方都沒勾火 你以為這樣就很難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覺得 但是玩家可以帶一坨補品在身上 而且前期就能無限刷 所以探索過程不會像玩意那麼的壓抑痛苦 也因為補品超多 大王硬換血就過了 惡魂BOX歷代最簡單 有些甚至根本不配叫王 我簡單舉個例子 青春版濃露起始 這款遊戲真的簡單 有PS5的話可以嘗試看看 今天就講到這了 下禮拜五之後可能會挺更很久 因為有戲慌了 防青術指引頂多預告片吧 這兩個月真的會很痛苦 不知道我的時機什麼時候到來 好的不廢話了 下支影片見 掰掰